谁最高 老师太高 瞧不起谁 我要写 作为一档原创综艺节目 2060交出的试卷 可谓是相当漂亮 不仅赢得收视率飘红 还赢得了观众的口碑和点赞 从开播就稳居收视率第二 再到登上收视率第一的宝座 2060带来的惊喜 远超期待 这档国产原创动漫形象舞台竞演节目 还会给我们带来多少惊喜 拭目以待 上周江苏卫视长安汽车2060 长安卫央城竞演舞台上半场告一段落 白举刚领衔的无限点赞机 凭借电视机的出色发挥暂时领先 星期零队和奇迹在线队紧随其后 昨晚下半场的双人舞台开启 六位VLIFE及制作人将为了团队荣誉献上绝美舞台 究竟是白举刚战队乘胜追击 并将优势转换为盛世 还是宋雨淇曹普率队能后来居上 周深被套路气到起身离场 经过上一场长安卫央城的奇妙经历 见证官周深对节目的VLIFE们愈发熟悉 可谓有求必应 节目中他曾一人分饰四角 清唱流光飞舞 让一向自信的电视机都甘拜下风 把我比下去了 实力唱奖周深跳起舞来 究竟是一个怎样的画风呢 大家可有眼福了 心童的制作人刘天又要给周深出难题了 节目中 罗天给心童和七海NANA7ME设计了 用身体写汉字的舞蹈动作 表演结束之后 他们和VLIFE们一起 向周深发起了诚挚的邀请 要不请周深老师来跳一下 眼看周深面露难色 刘天继续说道 语气老师和小白老师都跳过了 飞行嘉宾腾格尔老师和唐国强老师都跳过了 盛情难缺之下周深只得上舞台 完成了2020的舞蹈首秀 你比腾格尔老师和唐国强老师都跳得好 但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他俩根本没跳 比唐国强老师和腾格尔老师都跳得好 这种夸人的战术不就是谁在夸谁吗 因为他俩根本就没跳 因为他俩根本就没跳 得知自己被套路之后 周深一度被气得起身离场 周深参加2060 他那俩根本达拉崩巴真的好逗 在2060里 两位虚拟人物心童和七海挑战快版本达拉崩巴 周深在线帮两位选手捧根拉票 真的有那味儿了 只是在2060中 当周深谈起喜欢的动漫 生动诠释了什么是如数家争 生理 冬天听周深的故事 听周深的歌 隔着屏幕都被温暖到了 周深之所以能够站在越来越大的舞台 舞台上也是源自于他这么多年的努力和对唱歌的热爱 他对自己的职业有十分清晰的认知 自己也会在粉丝的因缘中汲取能量 努力让粉丝骄傲 偶像就应该这样 因为周深的故事 周深的歌的确感人 的确治愈 周深确实是独一无二 独树一致 无论多红 无论何时 他都不在乎舞台的大小 不在乎观众的多少 周深说 能多一个人听到 我一定会唱 有粉丝生命动情的说 不管怎样 周深会唱就多唱点 太喜欢听周深唱歌了 希望周深一定一定要永远的唱下去 只要周深唱一辈子 我就当一辈子的生命 天青色的烟雨 而我在等你 你眼带笑意 冬天听周深的故事 听周深的歌 隔着屏幕都被温暖到了 是啊 何止是温暖啊 经常听周深的故事 听周深的歌 他一步步走来 带来这么多舞台 唱了这么多歌曲 真的破防了 周深真的是越来越优秀了 周深真的是一个实力派歌手 很喜欢周深 充满正能量的励志故事 天籁般的嗓音 喜欢周深唱的歌曲 周深作为见证官 参加2060的第六期 演唱《浓情谈与你》 参加奔跑吧 黄河片 加盟2021最美的夜 跨年盛典 不仅如此 他还与周迅 阿雅 李雪芹 景博然 杨成林 周宇童 彭玉畅 窦静童 一起加盟 很高兴认识你 果然是惊喜不断 好事连连